人物的价值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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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斯卡は言った 西安河畔 一个叫阿龙的男孩 远远地看着船上 教学生唱歌的老师 在逗听的旋律中 老师显得格外美丽 而他就是我们的主人公 松子 松子的父亲也有三个孩子 松子是长女 他有一个弟弟 和一个病多的妹妹 在松子的童年 父亲把所有爱 都放在患病的妹妹上 他似乎永远都看不到松子 松子为了引起 父亲的注意 开始扮鬼脸 逗父亲笑 父亲被嘟嘟的反应 让松子很开心 从那以后 松子总做鬼脸 来讨父亲欢心 可是到最后 这个小把戏 对父亲越来越失效 不管松子怎么努力 都无济于事 父亲的态度 也越发的冷漠 松子按照父亲的要求 当了一名中学老师 在一次休学旅行中 班里的阿龙 偷了旅店老板的钱财 身为班主任的松子 劝劫阿龙 让他把钱还回去 可阿龙根本不配合 为了吸食宁人 松子不惜 被学生顶罪 这一幕被学校主任撞见 主任以看松子的胸部 为条件 答应他 把这件事瞒下去 可事情最终 还是被校长知道 主任撇得干干净净净 松子恳求阿龙 承认事实 结果阿龙不仅不承认 偷了钱 还诬陷松子 最终松子被学校开除 而松子刚展开的恋情 也面临着结束 他是松子的同事 笑起来 有着黄眼的洁白牙齿 他向松子表露爱意 松子把这个事情 分享给了自己的妹妹 姐妹俩都相信松子 未来能获得幸福 而父亲却因为这个事情 责骂松子 说妹妹身体病重 不能出门 已经很可怜了 居然还要用自己的恋情 来刺激妹妹 重新的话 让松子对妹妹产生了 很大的嫌隙 他收拾东西 要离开这个家 妹妹哭着拦着姐姐 松子把所有的怨恨 都发现在妹妹身上 他恨妹妹 认为变成现在这样 都是妹妹的错误 就这样 松子离家出走了 而对妹妹来说 最疼他的姐姐走了 再也没有人 给他讲外面多彩的生活了 那他的人生 岂不是野兰了 不久 松子认识了作家 巴女川 开始了同居生活 巴女川是一个 郁郁不得知的小说家 动不动就对松子 一顿拳打脚踢 可松子不在乎 他认为巴女川爱他 只要爱他就够了 巴女川让松子 出去当陪酒女郎挣钱 可在面试 脱衣服时迟疑了 松子没有被录用 松子走投无路 带着伤 去向弟弟借钱 弟弟丢给他一些钱 让松子以后和家里 断绝关系 松子还从弟弟那得知 父亲在他离家出走的 三个月后就去世了 父亲去世了 之前松子不懂自己怎么做 才能变成父亲喜欢的女儿 现在他知道 无论自己怎么做 也得不到父亲的爱了 不过没关系 只要有巴女川爱他就行了 可深爱的人却留下一纸 生而为人对不起 在松子面前自杀了 松子万念俱灰 可半年后 松子的人生又重新开始了 巴女川的竞争对手 作家刚本武夫收留了他 松子成为了他的情妇 刚本对松子很好 不仅供松子吃住 还夸松子身材好 那一段时光对松子来说很幸福 一天他跟踪着刚本的住处 与刚本的妻子见了一面 松子看到刚本的妻子 姿色平庸 觉得自己赢定了 松子让刚本离婚 然后和自己结婚 可刚本向松子坦白 他从来没有爱过松子 和松子在一起 是因为他是巴女川的女人 占有对手的女人 能让他去走之前的自卑感 刚本给了他一些钱 和松子分手了 松子又失去了情感依靠和生活来源 这次松子终于应聘成了陪酒女儿 在经理的指导下 加上松子的努力 业绩一下做到了店里的第一 直到被青春大学生 所取代淑女路线 被一点里开除 后来松子悄悄回了趟家 看到父亲遗留的日记 他看到在他走后 父亲每天的日记里 都写着没有松子的消息 松子不理解 为什么自己在的时候 你看不到我 我不在时 你又要记挂我 而松子所怨恨的妹妹 看到姐姐回来 非常开心 当知道姐姐又要离开 妹妹哭着 再一次要拦住姐姐 松子在妹妹的哭声中 慌慌地逃走了 他不知道的是 自己这次逃走 就是和妹妹的有别 后来松子和一个 自私父亲的渣男 小野四相处 把松子所有的钱 都给了别的女人 松子为了逃不回钱 一气之下 把小野四杀了 学校的松子乘坐火车 去了玉川上水 他想到人生 唯一爱自己的 就是作家 巴女川 巴女川曾经说过 自己是太宰治转世 他要死在太宰治 自杀的地方 想和巴女川 永远在一起 可这里水位变低 根本无法自杀 松子在这里 遇到了一个理发师 理发师收留了松子 并且向松子表白 他说以后 想一辈子都和松子在一起 松子听到了 这辈子最想听到的话 本以为自己的人生 可以重新开始时 警察却找上了门 松子悄悄告别了 还在睡目中的理发师 松子入狱八年 漫长的牢狱生活 使松子坚持下去的希望 就是理发师 他还结交了一位 欲有则村 虽然理发师 一次没有探望过松子 但是松子 依旧记得他对自己的誓言 松子终于等到 初遇的这一天 回到了当年的理发店 却发现理发师 已经结婚 还有了儿子 看到这一幕的松子 只是静静地说了一句 我回来了 然后转身走了 之后松子开始专心工作 成为一名理发师 然后重遇了之前的育有则村 两人之后会经常一起游玩 变成特别要好的朋友 有一次 松子要去则村家喝酒 这才意识到 自己和则村虽然处境相似 但他有一个丈夫 有美好的奋斗目标 和自己呢 一直都是一个人 没有任何人会爱的孤单人 他之后开始渐渐舒冷则村 后来松子遇到了之前 派他丢了工作的学生阿龙 而现在阿龙已经成为了一个小混混 松子把所有发生的事情都告诉了阿龙 阿龙承认这一切都是自己害的 但是当初这么做并不是因为讨厌松子 而是喜欢 那时候的自己不知道如何表达对老师的爱慕 就算这样 松子还接受了阿龙的表白 和阿龙在一起了 松子还辞了工作 想做一个幸福的小女人 可是后来连阿龙也开始动手打松子了 不过松子也不在乎 再怎么样也比孤苦伶仃的好 只要有人陪伴 下地狱 他也觉得是快乐的 为了阿龙 松子成了混混女 在不知名的店里做女郎 和不认识的人上床 把来历不明的东西交给陌生人 然而直到阿龙犯事进了监狱 他想到他从两次回到松子的生活 平常对松子也不好 他发誓他出狱以后一定要远离他 这样才不会再次伤害到松子 而他不知道的是 阿龙现在却是松子的一切 是他现在的所有的生活目标 松子一直期盼着阿龙的出狱 等到阿龙出狱的时候 松子来迎接他 对阿龙来说 松子对他的爱太过挤肉 对这个从小就没有得到爱的男人来说 根本无法承受 他不知道要怎么面对松子 他只想快点逃离 让松子快点离开自己 他一拳打枪了松子 荒润套套 这一拳也打垮了松子 对人生的所有的心恋 松子又回了一次家 见到了自己的侄子 还有弟弟 弟弟告诉他 妹妹已经死了 只留下了姐姐欢迎回家的遗言 松子哑然 妹妹在死之前 还在期盼自己的回来 松子不知道自己 一直以来到底在和妹妹什么 连对妹妹所有的爱也忘记了 弟弟让他以后不要再回来了 松子不知道自己去哪里 在列车上 看见了一条特别像家乡里的河 他在河的旁边租了一间屋子 再也不去相信和去爱任何人 每天的生活就是吃饭喝酒 看着河一边回忆一边流泪 他就这么一天天的狗活着 变成了一个臭哄哄的肥老太婆 直到他精神出现了问题 开始出现患者 松子跑去医院看病 却碰到了之前的好友泽村 不管松子变成什么样子 在他眼里永远都是那个小松 就算松子不承认极力闪躲 泽村还是强硬地塞给他一张名片 让松子一定要来找他 松子怎么会去找他 他把名片团起来扔了 夜里松子又想起了妹妹 他一直想给他剪一个好看的发型 这是他一直想做的 醒来之后 松子一下子释然了 他想再次振作起来 于是又回到河边 开始找泽村给他的名片 回他的路上 他遇到了一群打棒球的中学生 那个永远对所有人热情的松子 又回来了 松子让他们快回家 这么晚在外面不安全 可在他们眼里 松子是一个肥胖的疯狼太婆 不仅不听还嘲笑松子 结果他们还用棍棒打向松子 松子最终伤重离世了 他的手中还为了泽村 拿张皱重的名片 松子倒在草地上 慢慢地 也许松子变成了一只白蝶 从故事的讲述者也是他的侄子面前飞过 穿过河流回到了那个家 父亲会笑地迎接他 弟弟也傻呵呵地看着他笑 还有他的妹妹在楼梯的尽头等着自己 每个女生都憧憬自己是童话世界的白雪公主 或灰姑娘 松子也是 在这个童话世界里 自己随便一个动作 父亲都会温暖地对他微笑 那里也有一只最重要的妹妹在等着自己 等着他回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